香港電腦通訊節 2013 企軟件及創意產業展覽會日前圓滿結束 大會估計今年入場人次較去年多5% 人流雖然不及電腦展 但另一邊的軟件及創意產業展覽會 亦吸引了不少業界人士到場參觀 眾多個參展商中以 V3D 的 3D 打印機最為注目 原方綠色科技有限公司總裁蘇換騰博士表示 3D 打印技術將會成為改變世界的趨勢 當 3D 打印出來的時候 你會相信在整個產業 整個價值鏈裏面會改變 很簡單的事情 你會想像一下當你要做一個 prototype 的時候 以前你要花很多功夫去搞一輪東西 做一件事你發覺不對再去改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改變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 其實最簡單的東西 如果這個設計是由 0 到 10 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0 到 1 了 為什麼呢? 因為最重要就是產品為什麼它沒有 變成了有 然後你慢慢去改善它 然後你覺得那件產品成型 然後又編出來 V3D 是一種能夠將影片轉化為 3D 打印檔的技術 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將概念直接打印出來 雖然這種服務可以將實物即時複製 但蘇博士坦然不擔心會構成侵權的問題 至於有 3D 打印檔是一個普及化 它就有可能印一件東西 是你有的 license 可能它會印出來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可以做的事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網上的平台 一個 cloud 的 platform 雲端的平台 為什麼呢? 就是當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 當你的設計擺到上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 offer a service 你可以 time stamp 在這裡 原來這個設計有時間的 是2013年某月某日 是某一位人 他 stamp 是我的設計 如果有人拿了它再放上去 那這個就變相了有問題 那你只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你盡量去保障一些 有現有的產品去做一件事 如果要自己個人的用去印一兩個 我覺得也很難去避免 但是你要去 commercialize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就絕對可以做到一件事 避免它有個 time stamp 它不是可以將它隨便 可以將它商品化 那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做的事